这个巨峰Elsa 爱沙昨晚下雨下得很灿烂 昨晚经过纽约由佛罗尼泰一路向北 向东北方向移动 昨晚下雨下得很灿烂 今早还下 纽约地铁有些水浸 其他地方浸得比纽约更厉害 纽约不算厉害 今天以为天气预报说没有雨 但现在下午3点钟 开始有很多云 不知道会不会再下雨 天气预报说没有雨 今年6-7月 好像7月份 纽约比较热 今后几天都是 八十几九十五级的 也有 你看 哎 没有了 小费没有了 走完 在那边有 就是因为 其实呢 天气预报说没有雨 但是呢 都没有人摆卖 奇怪啊 但是那边是有 因为那边是 有瓦遮头 可能规模小的那些 收得快的那些 就一样出来 如果收得慢的那些 放大的 灯档那些 就当然不敢出来 当然今天少了很多了 不算很热啊 85度 86度 正常温度 但是这个路面上呢 就好像人不多啊 今天人不多啊 哎 都有一个收获 那本来呢 就 收拾这些 汽水罐啊 那些 冷水瓶呢 就是 这个 北伦桥上面 很多话网就发现了 北伦桥上面的 垃圾桶呢 就堆到满的 一个垃圾桶呢 都有 几十个那么多的 因为不断 有人喝东西 不断走过放下的 对不对 不知为什么 当时看到呢 就 没有啊 没有人收拾啊 还有 还有人不拍下 不过现在就 变有意落啊 不过呢 哇 那些云一够够来着啊 那今天 因为那个 那个 艾沙呢 就已经是 过了了 按道理 就已经 昨晚这么灿烂 下雨 当然是过了了 但是呢 会不会 过后的影响 还有呢 但是今天天气预报 就说没有啊 很难说的 经常说没有 有了 也不一定的 对吧 那今天 人正好多啊 本来不是很热的 今天啊 这些人 都没有 这些人 没出来啊 那是不是因为今天上午下雨呢 那天天走的好天啊 中午後都好天啊 都沒有人啊